透过热点分享观点 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德传媒 我是Gary 这期节目我们关注一下 中共国防疫政策 开始逐步松动的消息 关于袭世中共清零的人间闹剧和悲剧 我们过去在节目中已经说了太多 很多身在国内的朋友啊 已经近乎绝望了 我个人的观点是 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弃希望 只要时机成熟 随时准备冲塌 这节目咱们说一下冲塔成功的案例 以及我们如何去智慧的抗争 好 废话不多说 直接开讲 根据中共官方的消息 山洞林夷 蓝山公安分局11月8日 在其微信公众号上通报 11月7日16时许 蓝山区蓝山街道社区防疫工作人员 陆某亮 赵某郑 赵某州等人 与社区居民发生冲突 并实施拖拽殴打等行为 案件发生后 公安机关立即受案调查 目前 违法行为人 陆某亮 赵某郑 赵某州 等7人已被依法行政拘留 下一步 公安机关将对侵害公民 人身安全等合法权益的 违法犯罪行为 依法严厉打击 全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最后一句是最重要的 中共开始泄沫杀驴了 过去给中共充当打手 冲在最前面的大白门 未来将成为中共变态清零的悲锅侠 那我们先来看具体发生的事件 根据事发当地附近网友的说法 10月25日晚上 他们的小区开始静默 5号蓝山区大部分小区解封 包括之前出现阳性病例的 这个中高风险区 而他们小区自始至终 没有出现阳性病例 中间有过一次密集 一直都是低风险区 到昨天7号才解封 11月5日蓝山解封后 除了他们小区蓝山街道 也有很多低风险等级的小区 没有解封 低风险区持续封控的原因 社区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 只是说上级研判 依然要需要封控 那11月6日晚上开始 仍然在封控的小区 这个时候终于是有人 忍无可忍了 这里请国内的朋友们 注意一个问题 冲塔可以 但是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 如果发现有人开始冲塔了 就立刻跟上去 人多力量大 法不责重嘛 那如果你有勇气 低个冲塔也不可莽撞 利用中共过去最擅长的游击战术 敌退我进 敌进我退 不断的骚扰 让大白们每天都疲于本命 反正大家被封锁在家里 闲着也是闲着 对吗 那如果遇到警察了 也不要慌 也不要愤怒 第一时间向警察承认错误 然后把自己生活上的困难给说出来 那这个时候呢 就会引起周围群众的共鸣了 一定切记保护自己 保护好自己 不要硬来 如果发现对方态度强硬 就先回去调整一下 也不要想着一次性就能解决问题 用中共的游击战跟持久战的战术 以比之道 欢食比身 回去养精蓄锐 休息好了 同样的配方 再来一次 那如果中共负责防疫的打手们被激怒 在没有自身安危的情况下 不要急于还手 保护好自己的头 围观的人拍好视频 然后放到网络上扩大影响 视频如果拍好了 第一时间就开溜 好汉不吃眼前亏 保护好自己 也不要伤害他人 如此反复几次啊 大白门就要崩溃了 而如果每次他们都叫警察来的话 警察捞不到油水 这反复几次也就不管了 每次看到国内反抗的视频呢 都非常担心 很多人呢 确实受了天大的委屈 很难不激动 但是要明白一件事情 中共的打手们都是武装到牙齿 而且没有人性的东西 硬来的话 对自己没有任何好处 他们来了 就认个怂 承认个错误 没啥丢脸的 重复前面说过的动作 保护好自己和家人 不被带走就是底线 留着青山在不还没柴熟啊 如果这种方法能够广传的话 大家想一想 如果全国各地被封控的各个小区 每天都有无数人这么折腾 那究竟谁会先受不了折磨呢 是老百姓人多 还是中共的打手人多呢 那好 我们继续讲山洞 淋漪冲塔的故事 因为当局不肯立即解封 陆续有业主聚集在铁皮围栏前 讨说法 7号 微信群有消息说 部分聚集讨说法的小区宣布解封 那昨天下午 其他小区业主开始效仿 下楼聚集讨要说法 那其中包括事发的龙胜幸福里小区 下午4点左右 也就是有了网上疯传的打人的视频 晚上这龙胜幸福里业主群通知解封 三公里之外发布消息的这位网友的小区 也在11点多通知解封了 微信群疯传的视频里面呢 两口子被打是真的 小巷子棍棒殴打也是真的 这就是大概的情况了 那这次中共当局让步了 选择处理为他们冲锋陷阵的打手们 网友们纷纷质疑 官方连夜通知小区解封的标准是什么 大量涌入龙胜幸福里小区 穿着防疫服的大白 真实身份是社区工作人员 还是社会闲杂人员 从目前的结果来看 这是一次成功的冲塔行动 有一个小区动起来 其他小区纷纷响应 中共当局发现势头不对 立刻就让步了 另外今天还有一个报道 中共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上星期六十月五日 在新闻发布会上回应舆情 点名郑州南充黑龙江大庆市 广东深圳市等地 要求各地坚决清理和制止各种形式的简单化 一刀切和层层加码行为 整改不到位的 这个不落实的 依法依规严肃问责 那在中央政府表态过后 多地过去两天密集调整过渡防疫问题 郑州政府新天晚上在疫情发布会上 对当地封控管控不精细 转运隔离不及时 资源储备不充分等问题 表示深感不安并深表歉意 并且承诺把风险区域进一步精准到社区小区楼洞 不因个别疫情染点 无差别封控整个小区 尽可能管住极少数 放开大多数 那同时啊 也针对富士康员工出台15条关爱措施 包括要充分尊重员工的去留意愿 为符合现行防疫政策的员工 组织安全有序返乡 另外南冲被点名隔离场所收费后 南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新天发布通知 以删除费用自理的要求 西藏拉萨在防控近三个月以后 拉萨发布微信公众号星期一宣布 当地公共交通逐步恢复运营 总体来看 无论从舆情还是民情 变态清零政策都很难继续执行下去 中共虽然表面上说 这个防疫政策未出现本质改变 但实际上已经呈现出政策松动的迹象 只是他们为了避免外界对清零的质疑 所以才死鸭子嘴硬 如果朋友们能够将我前面提出的方法进行广传 中共的打手们疲于奔命不说 还要思考自己的行为会不会成为背锅侠 当中共打手们开始担心自己的安危 不愿再为他们的主子卖命的时候 老百姓又前伏后继的骚扰与冲塌 那中共的变态清零政策就很难再继续了 我个人非常了解国内朋友们的心情 但是身逢乱世也没有太多的选择 这里我把自己的处事哲学分享给朋友们 如果您看到最后的话 相信会有一个好的心态去面对困境 一个人的心态是非常重要的 很多人因为长期心情压抑而生病 有的甚至得了绝症 那这个结果不难理解 因为我们长期的心情压抑 人体内就会经常有不好的化学反应 这样就会产生许多毒素 长此以往不生病那就怪了 所以第一个要说的就是 尽人事听天命 尽自己最大的能力而不是努力 因为努力的另外一层意思就是努力 凡是尽力而为不要执着于结果 因为很多事情的结果不是人力能够控制的 人生的一大苦就是求不得 那比如说我们年轻的时候啊 遇到非常这个爱的人了 但是无论自己如何努力追求 他都不成功 那一旦心态失衡的话就容易做出傻事 可是当多年以后回顾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那只不过是人生的一段经历而已 所以凡事啊尽力就好 保持平和的心态 就像刚才我分享给朋友们的方法 不要指望一次就能解决问题 因为一旦心理防线崩溃就会做出不理智的事情来 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 跟中共就要斗智斗勇比的就是耐心 做好长期艰苦抗争的准备 这确实需要强大的心理 要能屈能伸不要急于求成 暂时斗不过那就认个怂 只要不失去自己的人格跟尊严就行 否则呀会让对方看不起你 也不会给予尊重了 同时啊我们还要记得不逞强不逞能 建好就收敌进我退既保护好自己也不伤害他人 要清楚自己的目标是中共尽量对事不对人 警察他也是人 当你没有表现出对警察个人的恶意 他一般不会太为难你 你不让他为难的同时 实际也是在保护自己 一旦动用暴力了就给了对方施暴的借口 老百姓买把菜刀都要实名制 而中共的打手们都是真刀真枪的 暴力对抗根本打不过他们 很容易被扣上寻衅姿势的大帽子 打不过还硬来那不就成了炮灰了吗 所以敌进我退 敌退我追 用中共的麻雀战术不断骚扰他们 每天让警察们批语本命 到了现场又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长此以往就没人愿意到处跑了 但这个时候 各个被封控小区的抗争却在不断的升级 这就是所谓的星火燎原 当然我们最终的目标是中共的邪恶政权 中共最希望看到的就是群众针对个人 也就是群众斗群众底层互害 我个人跟中共没什么私人恩怨 反对这个中共更确切的说是反对共产主义 完全是基于过去这100年的历史 事实已经证明共产主义是邪恶至极的 他走到哪里就将罪恶带到哪里 暴力仇恨腐败饥饥 甚至是战乱 别的国家就不说了 过去我们说的无数次了提到过 中共用枪杆的夺权以来 至少造成了超过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 前苏联那柬埔寨的红色高棉 金家三个胖子呢 所以说我个人反对共产主义是基于事实 是出于基本的道德与良知做这样的视频 我个人呢不想煽动仇恨中国人来吸引流量 这样做呀其实是挺缺德的 我们这个世界需要的是善良与包容不是仇恨 共产主义才宣扬仇恨 我们全世界人民共同的敌人是共产主义 那说到底中国人也是共产主义的受害者 希望看到我视频的朋友都能成为理性善良的人 好感谢朋友们的点赞订阅留言分享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